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月通社频道新闻节目 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胡志明市与东北部各省份 配合打造旅游经济线路 请各位观众们来收看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 出席在秘鲁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期间 开展的活动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5日上午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 出席在立马会议中心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与嘉宾对话会并发表讲话 这是APEC领导人峰会 周框架内的一项重要活动 也是APEC领导人交流 分享信息 加强与伙伴合作的机会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 在会上发言时指出 亚太地区作为国际 经济一体化规模 增长速度 水平等世界领先地区 稳定 繁荣 可持续和包容的新时代 然而 在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世界中 亚太不能独行 而需要与其他地区并进 为建立有效的地区经济联系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强调了三点原则 和四项主要解决方案 三点原则包括 加强对话 凝聚共识 维护和平发展环境 尊重国际法 强化多边主义 确保以人民和企业为中心的平衡 包容 公平的利益 四项解决方案包括 部署有选择 遵循路线图的互联互动过程 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之间的优势和互补性 完善机制 提高现有机制的有效性 释放资源 有效发挥南北 南南和公司 伙伴关系的效益 重点建设区域间 社区间桥梁 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合作网络 促进贸易投资 金融 银行 基础设施 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连接 国家主席梁强强调 越南愿与亚太经合组织内外的各经济体合作 推动有效的区域间连接 造福人民和企业 当地时间11月15日下午 梁强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 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 会见时 两位领导共同商定未来合作方向 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 使双边贸易额达到180亿美元 印尼总统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强调 印尼始终重视与越南的友好合作 越南是印尼在东盟的唯一战略伙伴 表示希望继续协调和部署措施 促进两国在各领域关系发展 讨论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时 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在东盟 联合国 不结盟运动 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 和国际论坛和组织中 密切协调和相互支持 关于东海问题 双方强调维护东海和平 稳定 安全 航行和飞越自由 根据包括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同一天下午 梁强主席会见了新西兰总理 克里斯托弗·卢克森 两国领导人表示 高兴地看到 月薪战略伙伴关系 日益深入 有效发展 双方一致同意 推动两国经济合作 目标是到2026年达到30亿美元 并为下一个阶段 设定更大的目标 双方同意 在东盟、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 重要多边论坛上 加强交换意见 积极考虑 支持彼此在重要国际论坛和组织中的候选资格 推动在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关于东海问题 双方强调 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安全、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 同日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 会见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 梁强申明 越南一贯把发展同中国的牧林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越南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和首要优先 同时强调 越南一贯尊重和支持一国两制政策和香港基本法及相关法规 支持香港繁荣发展 为加强今后的合作 双方同意指派有关机构、部委、行业和地方积极配合 落实越中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共识 加强各层级交往和代表团互访 推动建立合作框架 扩大和提高经贸 投资金融合作的质量和效益 推动战略互联互通合作 鼓励香港企业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创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能源转化等领域 居然第15届国会第84会议上的2024年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落实结果检要报告显示 今年尽管世界形势复杂难料 但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积极成果 下季度的增速高于上季度 今年预计完成或超为完成15个主要经济指标中的14个 据政府10月份例行会议上的报告 今年10月份经济社会形势继续向好 并好于9月份 累计前10月各领域均好于同期 宏观经济保持稳定 通胀得到控制 经济各大指标得到保障 并实现贸易顺差 扎实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等领域 与发展得到重视 并取得不少积极成效 这些成果为国会代表和选民 对今年最后几个月 和2025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前景 持有信心 在越南第15届国会第8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对2021至2025年任期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计划进行盘点 并对部署2025年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做出准备 面向2026年举办的越南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递交国会审议的政府经济社会报告显示 2024年我们取得了辉煌成就 这就是我们胜利落实这一任期目标的重要前提 2025年的总体目标是 继续优先促进经济增长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 控制通胀 确保经济各大平衡 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促进科技与改革创新发展 实现数字化转型 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 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等 越南数字科技企业在数量和竞争力方面 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越南科技企业界一直在为国家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 提供数字产品服务和数字解决方案 为缩小全球数字鸿沟 与国际企业界共同构建数字世界做出贡献 数字科技工业已成为全国动力产业 在推动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 数字政府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并构建基础 2024年前9个月 越南数字科技产业收入约达1180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18% 越南数字科技产业的发展 不仅体现在越南制造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 已能承担国家数字化转型的责任 也体现在开发外国市场上 越南现有150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 遍布33个国家 主要集中在新加坡 日本 韩国 缅甸 美国 这些企业不仅从事组装 加工 还创造产品 占领外国市场 为了将越南制造 推向五大洲市场 越南数字科技企业 一直在积极利用半导体 区块链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技术 建立越南制造数字化生态系统 利用知识和数字技术 征服世界 是越南数字科技企业正在追求的目标 越南的工业和数字技术正在蓬勃发展 其得益于外商职业投资的显著增长 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 以及有利的法律环境 这是第一太平戴维斯越南公司日前发布的 2024年越南工业焦点报告 新浪潮中提出的评价 上述报告指出 越南向高附加值生产的转型 加上物流能力和数据中心的扩展 正在提升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越南公司的分析 越南工业取得成功的原因包括充满活力的劳动力 政府的优惠政策 贸易合作的开放性 战略位置以及基础设施的持续升级和改善等 电子和半导体等高价值行业 正在推动越南增长和吸引对越南的投资 凭借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 战略位置以及加入多项贸易协定 越南可很好的抓住这一新投资浪潮 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 越南将在东南亚工业未来中扮演关键角色 一直是工业物流投资的理想目的地 第一太平戴维斯越南公司专家强调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对县城仓储和工业用地的需求猛增 2024年县城厂房和仓库供应增加了31% 重点地区的入住率超过了80% 此外随着数字经济在亚洲范围内的发展 越南正成为数据中心的重要市场 各位观众 居然东北部各省份和胡志明市 将继续发挥各地流产品的潜力和特色 打造旅游精品线路和具有特色的新旅游目的地 吸引更多游客 2024年按合作计划胡志明市北建 北江 高平 亮山 太原 宣光 广宁和永福等9个省市 以确定发展地方旅游产品方向 有效挖掘多样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价值 助力开展旅游产业加快恢复与加速发展计划 为各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有效贡献 各省市积极开展旅游发展合作对接活动 主动交换信息并分享旅游发展经验 制定旅游发展新方向 加大旅游投资推广与投资力度 2025年胡志明市和东北各省将研究打造和更新本地区独特典型的旅游产品 开拓客源市场对每个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制定单独促进战略 为了有效挖掘旅游潜力和优势 胡志明市与东北部各省份签署了2020-2025年旅游发展合作计划 力争打造对国内外游客具有吸引力的跨区域特色旅游新产品 昂诺是电边省忙昂县的一个贫困乡村 不仅如此性别偏见问题在当地也长期存在 贵越南雄心基金会因此选择昂诺乡 作为共同发生促进平等项目的实施地点 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当地性别平等 梁文云和穷世相夫妇曾经是昂诺乡纳洛村的贫困户 由于贫困和对性别平等的偏见 他们夫妇之间的分工长期不合理 2024年年初成为共同发生促进平等项目的半幅对象之一 他们获得了800美元的无息贷款 凭借这笔资金 他们开始种植咖啡 养鸡养鸭 发展家庭经济 不仅获得贷款 他们还参加了关于性别平等的宣传课程 我们用这笔贷款款项来发展庭院经济 家里的生活因此越来越好 参加了性别平等宣传课程后 我主动与妻子分担家务 我们家的生活变得更加和睦与快乐 成立于2022年 由胡适县担任组长的 纳洛寸咖啡种植合作社 投入运营助器由于接近不足 而运营效率一直不喜人 2024年获得共同发生促进平等项目提供的 3500美元的无息贷款 他们决定扩大咖啡种植规模 并参与性别平等宣传课程 参加性别平等宣传课程后 我们对性别平等 夫妻关系 以及父母与儿媳之间的关系 有了新的看法 共同发生促进平等项目 在昂洛乡开展了多项活动 直接提高当地居民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并通过贷款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 通过一年多的开展 为越南雄心基金会 通过一系列推动性别平等的活动 极大的改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 女性的发言权得到了增强 参与社会活动的比例也有所提高 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与为越南雄心基金会合作 开展更多针对少数民族的公益活动 经过十年内运作 社会发展救出贡献 今天的新闻已经播送完了 谢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个节目不见不散 产生的新闻 新闻 产生的新闻